内地长达八天的十一黄金周假期昨日结束 香港市道黄丁又黄财,但丁财未能同步 生意升幅不及人流升幅,世界在变,内地客亦有变 香港旅游已必须同时因世而变 既要寻求模式转型,还要作心态上调整 内地客来港目的,按时期粗略划分 现已踏入第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3年至2008年 当时内地爱游潮刚刚开始,较多为了见世面 每年来港所涉的约一千万人次 历史回望只称得上方轻微艳 第二个阶段是2009年至2018年 来港较多买买买血拼,包括抢购名牌奢侈品 每年来港人次,寄攀至最高的五千万 人均消费,亦较第一阶段翻倍 第三个阶段是2019年至2022年 受旅客暴和疫情 来港内地客一时近乎绝职 现在进入疫后通关第四个阶段 内地客不少已经见惯世面 包括不止一次来港 旅游模式逆转至汉汉汉 更多追求体验、休闲 以至深度游 事实上,香港几代人也经历类似变化 上一代多经旅航团出游 新世代则多选择自由行 对此成应不难理解 短期推动旅客福祥的进度重要 长远因应内地旅游及消费模式而变 绝对是港类业的应变出路 首先,香港夜宾分的成功经验 反映新供应可以带动新需求 所以,未来旅游业需继续推陈出身 不断大级旅客与别不同 特别是内地所缺的不一样新体验 其中,城市指导的功能要再强化 透过特殊的供应来自激特定目的来港 而最重要的是,要适应内地客来港新常态 还要在新常态之上压挖新机遇 退一步言,正当外地不抗拒背包客或穷游之类 香港即使硬货币收益不及从前 透过旅客宣扬软实力岂有不可 无论如何,与其花时间面怀昔日风光 更应积极多想法,多作为顺应变化 旅客旅客 旅客旅客 感谢观看